現在不是說我們環保團體不跟政府提出比較好的政策 其實有時候我們環保團體提出來的一些政策、一些方法 其實政府觀念它還是不採納 它還是用他們僵化的那種思想去執行它的公共政策 這就是說它沒有辦法把民間團體裡面所提出比較好的建立能夠接納 坦白講是這樣 所以說現在做起來很多事情 很多的公共工程建設其實不是符合民間的需求 但是它政府還是職業去做它 為什麼 因為畢竟它要消耗預算 另外一個是說因為很多民意代表會去爭取這些預算來做 但是它最主要目標在哪個地方 就是因為有工程會各可以拿 所以說台灣很多錢就是浪費在那個地方 比如說你看那個駐水預算 那個山坡地的整治 整治完了以後每次一個颱風來以後全部都毀掉了 那每年還是職業那些預算在做 其實那是真的浪費 然後人民你又沒有感受到 它有實質得到它的保障 所以說都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那這個要找出 你總不能它毀掉了以後你又不做啊 還是要做 那是不是這怎麼樣來監督這個做的品質 或者是做的方法 也許不應該用那個防堵的方法 用書具 我的意思是用不同的思考方法來做 現在其實都知道在兩個地方 就是說你政府你在做這種公共工程的時候 你沒有跟地方去詳細做說明 然後現在很多的台灣人民都誤認了說 很多的用水泥的方式是最堅固的 其實是錯誤的 你如果說沒有去符合當地的地理環境 去思考的時候 你光是用水泥把它固定起來以後 其實反而是最大的傷害 但是人民都誤認了說 用那種水泥化的東西是最堅固的 所以你認為是人民誤導了政府 而不是政府它旨意要做 是 政府誤導人民 人民認為說這樣做是最堅固的 那可是一年兩年三年它還是這樣做 但是我就跟你講說災難的發生的時候 他們會去檢視嘛 會去檢視以後人民認為說 我就是要用那種水泥化的東西 才能夠確保我自己嘛 他們還是人民的 他的想法 他的認知還是存在那個地方 那政府會被人民的這樣的一個沒有專業的認知 所驅使嗎 但是現在問題不知道 現在問題是在台灣整個的工程界裡面的迷思就是這樣 認為說這樣對他們來講是最好的 速度最快 然後工錢量化最多的 對他們工程界來講是最有利的 他們去思考說怎麼做是人民最有利的 他不去思考那個問題 你的意思是說用的水泥越多 對他的工程經費 工程經費越多 其實很多問題 當地的人民他也知道啊 這種整治是錯誤的 你只要稍微簡單的 把它的根結點找出來以後 其實就不必前面都水泥化 但是政府不去思考這個 這樣做的話 他們的顧問公司拿不到錢 工程公司營造商也拿不到錢 他就不去採取那個工法 他理論把那個花很多錢 所以台灣生產出來的水泥也用不掉 對對 不是這樣出來啊 所以如果說你能夠去請問當地的人 因為他居住在那個地方 他住到他的水溫 他的地理環境嘛 請他們出來去提供一個 比較好的治理方式 有沒有可能地方的人自己 弄出一套東西送給政府呢 我這樣講這個我們就跟水保局 昨天有談過嘛 水保局還是不正統啊 他昨天收到所有的東西 超過十萬塊就要上網招標啊 那招標又有什麼問題呢 招標有問題啊 招標有問題的話 因為你上網招標以後 就很多這些 專門在承包政府的這些營造商 會去綁標嘛 懂不懂 綁標以後 比如說好我們現在 這個工程是一百萬 來了以後 我倒覺得透過關係 來跟你追加預算嘛 一直追加啊 比如說像我們台北的捷運 還不是一樣 從三百多億追加到七百多億 內部那條捷運 他們就是這樣做的啊 他透過那種特殊的關係 一直去追加預算 去變更設計 那就是去侵蝕我們國家的這種財政嘛 那錢就是這樣浪費掉的 這個我們都有跟他們水利署 跟水保局談到問這個問題嘛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去接受啊 那他們要怎麼 你認為他們要怎樣才能 接受你這樣的想法 因為對於對你來說 你認為十萬塊錢以下就可以 就可以做 就可以 就自由發包 但是十萬以上到一百萬 要由鄉鎮公所去發包 但是如果說是一百萬以上的話 就是要由他們的開發單位 統一發包 而且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金額太小的話 他這些營造商看不上 看不起眼 他就不願意去做 所以現環保團體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政府可以讓這個 他的招標方式 他的營造施工設計 能夠比較活化一點的話 可能對人民來講比較有利 不要一直僵固在他們那些的程序上 所以說他們的公務之間也有他們的無奈 因為譬如說政府就強勢規定 你要這樣做 你不這樣做的話也不行 所以你政府的這一個方式 要去想辦法去改變 改變就是說 立瓦院的這些立瓦委員 他又不去執行他應該做的東西 不去修法不去立法 有沒有可能你們做出一個版本 說你認為這個版本 是比較對國家 對我們的土地 國土是比較友善的 做出這樣一個版本 然後經過大家的連署 環保單位的連署 然後提出來到這個立法院去 行不通我們已經試過了 這樣的話對整個國民黨他們的立委 就是端了他們的財路 所以你們已經試過了 你們已經有了那個版本了 已經試過他們就是行不通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你們要怎麼處理呢 你們想過來了嗎 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 盡量跟這些高層的關聯對話 由高層關聯他們去改變他們的想法以後 然後他會下執行命令給他底下的這些公務人員 那你覺得這樣很 這樣是 這樣是有效率的嗎 有一點效率啊 有在進行嗎 有在進行啦 但是沒有辦法 台灣的官僚系統就是這樣啊 有沒有可能你把你們說 所謂的那個好的一個版本的一個 招標的這樣的一個法律的草案 放在網站上面讓大家看呢 至少讓這個版本曝光呢 因為我 我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也許有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喔 我們曾經都把這個問題 跟比如說 比較關心我們的這些環保議題的這些立瓦文去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他會做一個草案 但是他送到立瓦案裡面 在陳希文會就被擋回來了 我的意思是說 有沒有可能你把這個放在網站上面 讓大家去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網站他們也不會去討論這些議題啊 就是沒有人家關心啦 那些青少人朋友他等一下不讓不讓 不讓他不去關心環境議題啊 你放在那個上面也沒有用啊 那只是說我們這些一些 譬如說 我們坦白講台灣的環保也很多 但是有真正實際上在做這些關心環境議題 在做行動的很少 坦白講 比如說今天 連署的三十幾個 你看有出面出來的幾個 大概有幾個 我剛剛問來問去 不知道 有連署的三十幾個啦 他會自己會站出來 來去參加這個行動的 你看我們今天找不到十個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大家都會啊 我在網路上會連署給你啊 但是你今天要叫我出來 跟政府搶聲啊 來去行動 他就憋出來了嘛 由此可知嘛 對不對 所以不然我沒說 還要再從英領跑到這個地方來 我真的說 如果我再不上來就少一個人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這種人啊 就很傻啊 傻子才會做這種事情啊 人家不是傻子的話 他很漂亮啊 他也是環保團體啊 但是他都幫政府啊 擦粉啊 點煙汁啊 他就會拿到很多政府給他的利益啊 他會用一個專案給你去做啊 就是利益輸送給你啊 台灣是很多環保團體 是做這種動作的啊 但是人家他很壯大他自己 他每次辦的活動做 親子什麼交易啊 什麼親子來做什麼事情啊 對不對 人家還是得到很大的利益